内容当中的金融服务 Google Play要求任何的应用 不允许向用户提供 有欺诈性或者危害性的金融服务 和相关的服务 它这里面指的金融服务 指的是和货币 资金以及加密货币相关的 这样的应用和服务 包括个性理财的建议 如果你必须要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 你需要符合相对应国家的 一些法律要求和内容 这里面其实它把加密货币和资金 其实提到了同样的重要的因素 说明加密货币这边 他们也非常的关注 它这里面强调了两个点 一个是不允许做二元期权 这个我也不太懂 第二个就是不允许应用 在设备上做挖矿 但是允许应用做远程的挖矿管理 所以对于加密货币 其实它也是很关注的 对于加密货币 可以 非常非常感觉 非常感觉 慢点 嗯